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 在基建中和行义拳的拳法训练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 非常共同的东西叫做康部 好多朋友都以为传统的东西与实战相去甚远 与我们对抗性的项目相去甚远 但是随着我们在看视频的过程中 发现了这样一个事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法国基建队在步法的一个训练视频 今天我们通过一个剑法的演示 包括在奥运会的法国的基建队的一个动作 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传统行义拳中 康部和基建步法的一个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一起分析一下 那么基建队的这样的一个进行基建步法的训练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 类似于弓箭步的一个往前刺激的动作 当然对方是空手 在训练的时候都是空手 但实际上在有箭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往前刺激的动作 身体微微的蹲下然后迈步刺 大体是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这一步呢要求尽量的腿迈得尽量的远 这样你往前刺激的话 往前刺激的话你的距离是放的最长的 但是呢我们再看一下它有一个很难度的一个动作 就是在刺激完成之后 那么假如我们往前刺激 刺激完成之后 那么对方可能会进攻 那么稍微的下蹲 然后再次的往前刺激 完成一个这样的动作 所以这一蹲一起之间 那么对于一个腿部的力量 包括人身体协调性素质的一个训练 是相当高的 刚刚呢我们来分析了一下基建的一个步法 实际上在传统的武术行义拳里面 特别是我们上云祥所传的这一脉 有一个很著名的步法就是汤步 据说上云祥去跟李存毅学拳的时候 那么汤步都是三十里地来回 然后所以它的腿部爆发力 包括整体的爆发力特别的强 那么这个动作在我们现在理解 纯粹的就类似于单腿的挖跳 用一个腿蹬腿整个人远移 但实际上如果你手里有一把剑 或者有一把枪 那么它会突出它与众不同的一个应用的方法 这把枪变来分布 攻坡里面rev 就算了 不信任 没办法 这把枪变得好 那是 你们的 那是 刚刚过了这一端分析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 那么传统的行李拳的一个训练 并不仅仅包含了拳脚 而且包含了各种 像剑法 枪法的种种训练 而且它的思路也跟我们现在的搏击不一样 那么我们想把我们西所练习的一些步法 大部分都是前滑步后滑步 前滑步和后滑步 通过这样的一种位置 但是呢 这样的一种位置 重心都是平的 如果一结合了 那么行李拳的一个摊步 它身体去意好似卷地风 身体走一个下半圆的一个空线 那么它这种 那么它这种的寄织方式 可能要比 现在的这种直来直去的这种 寄织方式多了更多的变化 因此 传统拳继续能够 传统的武术是否能够应用于其极 还需要我们更多的有识之士 共同来研讨 学习 我已经是传统的 我已经把你带了 我已经在那么长的 вд冊子里的